悟空和兔林迫不及待地将进入决赛的消息告诉五天老师 然而 这老头不知道搁哪溜的呢 找了半天可算是逮住了 顺便给波尔玛买了点小纪念品 想要吗小宝贝 我们来商量点事呗 去你呀的 一拳KO 大家都愣住了 这老妹要是参加比赛 应该是第一 短暂的庆祝之后 正在即将开始 一溜一二的功夫 鬼老头又不知道去哪了 参加决赛的选手形形色色 怪兽基拉恩 心事重重的南无 漂亮的小姐姐蓝芳 神秘的成龙 还有 从出生就没有洗过一次澡 浑身散发着恶臭的野蛮人 那现在到了抓救时间 突林对阵野蛮人 成龙对亚木茶 蓝芳对南无 最后悟空对基拉恩 最终获胜的选手将会得到大赛提供的50万奖金作为奖励 那精彩的比赛之前 我们欢迎馆长讲话 全场出奇的安静 哇 我去 听懂掌声 好了 言归正传 有请第一组选手 这实力飘香的野蛮人 让所有观众不禁捂住了鼻子 来了一个口臭攻击 顿时 真行 这还没完 来吧小兄弟 尝尝这个 熏得突林眼貌金星 重摔在地 裁判已经开始独秒了 就在这时 顽强的站了起来 可以呀 臭胖子一把掐住脖子 脸都紫了 突林奋力挣脱 原本想杀出重围 谁知被一屁股坐住 摁在地上一顿摩擦 可怜的娃儿用尽最后力气撑住 这恰好被臭胖逮住了 嘿嘿 不如的一声 再一次 嫌气飘飘 观众们都看不下去了 如此卑鄙的手段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大势已去的时候 悟空突然大喊 站起来 你没鼻子 一听这话 恍然大悟 满血复活 野蛮人慌了 一口陈年老谈起来 现在的突林 完全没有了心理负担 轻松躲开 腾空而起 重重的一脚 来吧好大哥 还你一个 可恶啊 居然比我还臭 看来野蛮人跟所有人都一样 只能品味自己的屁香 却无法忍受他人的屁臭 比赛结束 突林逆转获胜 晋级下一轮 工作人员赶紧清理赛场 狂喷空气清新剂 那下一场重头戏 成龙vs雅木茶